兩口子 通常用來形容夫妻 可能有人會問 這裏的口難到自罪吧? 相傳兩口子的由來 和一段愛情故事有關 冰朝年間 書生高文敬偶研究了露春花 兩個人一見鍾情 但春花就被惡霸羅大公子強搶為妾 迫到高露兩個人 唯有私奔逃走 羅大公子在追逐他們的時候發生爭執 不小心失足罪額身亡 羅家就買當官員 將高露兩個人送入死爐後斬 好在其後 皇帝朱元璋面罪了兩個人的死罪 分別將他們發配到湖北桃源口 和安徽金山口 縱使雙隔千里 兩個人兩情如舊 他們的故事感動人生 就有人稱他們為兩口子 用兩口子形容夫妻這個說法 就一直流傳到今日